荒原调谷 谷坟前 战客降骄 何德权 怪风吹雨 书如晦 惊破骑兵 降子天 大家好 我是梅南河龙王 本次继续带来战国无双一代猛将传的游戏解说 本期开始就是福布半葬之章 福布半葬 哈托里汉佐 德川家 普代家臣 德川十六神将之一 别名鬼伴藏 福布市的出身说法不一 按平家物语所载是环武平市中正流 也有说出自南牧市 别的还有出自秦朝杜来人秦市的说法 但出身地可以肯定是在伊赫 也是伊赫上任三家之一 另外两家是百地和腾林 福布市的老祖 福布家常 按其家谱所载是平中正之子 他率领一族参加了原平和战 评价于谭之谱之战 兵败灭亡 福布家常据说也死于此处 子孙未必获 改姓千赫帝 但也有说法是福布家常活了下来 逃回了伊赫自己改的姓 不管怎么说吧 三百多年间伊赫就没有姓福布了 一直到千赫帝宝长这一代 他改回了旧姓福布 也就是初代福布万道 由于生活的地方太狭小 他率领一族离开伊赫 出世于当时的士丁幕府的 征仪大将军 足立疫情 后来又前往三河 转世正德市的松平清康 也就是德川家康的爷爷 可是天文四年 也就是1535年 发生三山崩事件 松平清康被家臣所杀 松平家受到重创 从此衰落 福布宝长在这段时间的动向不明 但是由于三山崩的七年后 宝长的儿子 后来的二代母湖万葬正成 在伊赫出生 所以多半是回伊赫去了 然后在永禄年初 大概1558到1559年左右 再次出世松平家 之后就世世代代 侍奉松平德川家 也是从宝长这一代开始 福布室的当主都以半葬为名 而我们所熟知的福布半葬的世界 基本来自于二代母福布正成 在大众的眼中 福布半葬是伊赫的忍者头目 但是历代福布半葬中 只有初代当忍者的时间比较长 到二代母福布正成这一代 已经完全是武士了 16岁就进入了武士生涯 他是使长枪的好手 经常担任先锋 反倒没做过忍者该干的活 但话又说回来了 毕竟是伊赫上任三家之一 在伊赫贾贺都有极大的名望 忍者的活儿肯定太懂了 所以虽然不是忍者 但他能管忍者 乌龟如果雇了伊赫 或者贾贺的人者的话 都会交给他来带领 率领他们战斗 或者指挥他们潜入调查之类的 神军穿越伊赫事件后 德成家康把当年帮过他的 伊赫贾贺忍者都招了过来 组建了伊赫同心组和贾贺同心组 其中伊赫同心也是交给伴葬指挥 但并不是他的家臣 所以他算是忍者部队的指挥官 所以要论他整个生涯 基本上都跟忍者有关 也因此在各种作品里 他都是以忍者的身份登场 一代的福布伴葬 算是他历代最辉煌的一代了 和姓孙打对手戏 武士对忍者表对李光对暗 拥有特殊技能二段跳和忍术 由于女远的忍术实在是不好用 伴葬凭借忍术无双 显得别具一格 而且任务中包含了刺杀 侦察篡改真相等一系列 符合忍者行为的要素 代入感也是极强 他在一代的这套服装 也是历代中最有人者感觉的 追求隐秘和轻便 后来每一代都会在他的服装上 增加更多的装甲 铁片越来越多 让人觉得一走起来叮当乱响 那还做什么隐秘工作啊 另外一二代是露眼遮嘴 三四代是遮眼露嘴 那么看看他的第二套服装 符布伴葬的第二套服装 是农民装 这也是仁者常用的潜入方式 伪装成农民或者商人之类的 混入其中 话不多说了 进入符布伴葬之章 符布伴葬之章的第一关 是统侠间之战 统侠间是日本战国 三大齐齐战之一 日前信长 一举成名 走向辉煌的开始 也是松平原康 从金川家独立 壮大松平德川家的关键 八三極小时 很快小时 210二十五十年 5十五十五十年 5十五十年 5十四十五十五十八全 因此… 一度… 生懸… これで横断もありか! 滅せぬ者も… あるべきか… 大丈夫! お兄様なら勝つよ! 死ぬやも知れぬな… ウツキラを殺せ… あなたを殺すのは…私… こんな戦いで死なれっては… ウヌオだけの…な… 信長… 勝てばらん… 影の役目は… この戦いは… 三方混战… 一代の統下間… 唯一一個… 金川軍和德川軍分開的… 也看到了… 勝利条件… 写的是… 击破金川軍… 全武将… 金川軍… 用的是… 代表敌軍的紅色… 而知田軍… 代表第三方勢力的… 黄色… 所以… 這也是唯一一代… 主要打金川軍… 次要才是打知田軍的… 武器按老規矩… 先用一把… 無属性的三級武器… 別的人也就罵了… 絆葬… 還真得把… 各種属性的武器… 都展示展示… 因為他有一招… 忍術… 是根據属性… 來決定效果的… 不同的属性… 不同的效果… 可惜… 也就一代有了… 特別是… 紅蓮和閃光的效果… 後續作品裡… 再也沒出現過… 是真的可惜… 裝備方面… 還是先用… 老五樣吧… 護衛兵… 自然帶了忍者… 配色用德川軍的… 青色… 看一下人員配置… 我方這邊很慘… 就烏龜和伴葬兩個人… 這時的烏龜… 還叫做… 松平元康… 在統霞間的時候… 作為金川軍的先鋒… 負責往大高城運糧… 成功突破了… 之前軍所拒的… 揪金寨和完根寨… 把糧食送到了大高城… 之後又攻下完根寨… 擊殺了之前軍的… 左九尖盛童… 這個大高城… 就在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了… 所以現在已經是… 運完糧的狀態… 但是… 揪金寨和完根寨… 還在之前軍手裡… 就是說… 還沒打到那一步… 再看看第一方這邊… 因為第一軍… 和第三方軍… 是在同一個界面… 軍船長名額有限… 所以… 有很多的副將… 金川議員… 在本傳裡… 就出場這一關… 外加無限成立… 也會出現… 所以它是… 本傳細分… 最少的非大眾聯… 但是… 到了猛將傳轉正之後… 戲分最少的… 就已經… 變成… 本院似顯儒了… 另外… 可能很多人… 不太清楚… 這時的議員… 已經…隱居兩年了… 金川家的當主… 已經是… 金川是真了… 提電長照… 是大高城的首將… 因為被之前軍包圍… 陷入缺糧的狀態… 不得不以果衝擊… 所以向西… 議員求救… 崇平元康… 在完成大高運良後… 他就和烏龜… 交換了崗位… 招比奈太朝… 在大高運良後… 和崇平元康… 分別進攻… 舊金寨和… 完根寨… 所以他離我軍… 這邊是最近的… 岡古元康… 是戰後… 用明海城… 換回了議員的首級… 得到了… 之前信長和… 金川市真… 兩方的贊賞… 錦衣直勝… 就是… 編年史二… 登場的… 錦衣直虎的父親… 到達… 之前軍的突襲而死… 不過… 在金川議員… 智障裡… 他會死得很慘… 具體呢… 到那時候再說… 松建… 中信… 也是守在本陣時… 戰死的… 信長… 帶了… 三個副將… 猴子… 有一個副將… 這個柴田盛家… 是用來替代… 原本在… 揪金寨的… 三個守將的… 左九堅信盛… 也是替代了… 原本在… 完根寨的守將… 左九堅… 聖重… 這兩個是… 童族… 他應該是… 在… 善兆寺寨的… 但是… 這關裡… 善兆寺寨… 沒人守… 說一下… 本關概要… 俊和… 遠江… 三和… 三國的太守… 金川議員… 帥大軍… 向西而行… 打算… 帥軍上落… 以其武力為背景… 號令天下… 議員… 從根據地… 郡府城出戰… 朝著… 之前… 領國… 偉章… 開始進擊… 金川軍… 侵入了偉章… 以先鋒… 得川家康… 進攻… 完根寨… 別隊… 進攻… 揪金寨… 一步一步… 擊潰之前的據點… 優先進擊的… 金川議員… 在統霞間… 稍作休息… 之前信長… 沒有放過… 這… 轉瞬而逝的… 戰機… 這一關的… 標注地名的地方… 還挺多的… 我之前也都說的差不多了… 可以看出來… 烏龜… 應該是從東邊… 一路… 脱破… 知田軍… 來到了… 被孤立的大高城… 現在是處於… 按命令… 該進攻… 知田軍… 兩個寨的時候… 信長… 進入了… 善召四寨… 也就是… 永禄三年… 五月十九日… 換算從… 公立就是… 1560年… 6月十二日… 此時距離… 金川一元之死… 只剩… 三個小時… 好… 我們開始戰鬥吧… 這次戰鬥… 最少人… 勝利… 這次戰鬥… 必死的… 是誰呢… 這次戰鬥… 是… 徳川的未來… 信長殿… 和信長殿… 這次戰鬥… 今川吉本… 打擊… 第一個任務… 是… 儘快攻擊… 金川門鎮… 另外一個任務… 是… 欺騙敵方的目光… 從人造行進… 要注意不要被發現… 到這裡會出現之前的… 忍者軍團… 這個就是人造的… 按正常來說… 只有葡葡萬葬和女忍… 這兩個… 擁有二端跳技能的人… 可以登上去… 但是其他角色… 如果跳C… 有增加高度的… 性能… 並且跳力夠高的話… 也可以登上一些… 比較低的人造… 這兩個任務的成功條件… 和失敗條件… 基本上一致的… 都是… 通過人造… 進入到… 金川本陣… 失敗條件… 就是… 被… 金川軍本陣… 附近的三個… 金川軍武将發現… 或者… 之前進場… 搶先一步… 齊襲… 白魔魔鬼… 魔鬼… 你們… 有盟未… 我真的想要求老公的老公 只要求老公 想要求老公 那老公是天下 这样叫成功攻击了新参本阵 我还是先去把他的副将给解决了吧 那要多小看 刚布袁信所守的明海城 成功条件就是我军 击破刚布袁信 失败条件就是之前军击破我军 现在击杀了金川一元 只要是德山军的袭袭成功之后 之前军就不会袭袭了 这些人 今川芳本被撃取了 残了今川的将军也活着 猫子 猫子 独眼就独立了 今川的将军 将军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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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封锁 今川军的所有据点 一共有三个 我刚刚已经打掉了两个 另外这个由之前军打下也算完成 为台秀吉来 袭击的参加康 接下来要救援的参加康 这个任务要早点去 因为 德山加康 还是很容易败走的 接下来要 以之前军 找先一步见面 今川军 成功的条件就是这关的胜利条件 击破今川军全武将 失败条件就是 由之前军击破了任何一个 今川军的武将 现在主要要担心的就只有 沿海城的刚不远禁了 因为其他两个地方呢 小战都是金川之后的获胜 来介绍一下 淡浪基本性 普通攻击 对他的好处就在于他是真本 而且之后呢会是一个失落的效果 你可以后面再接一套 但是这桩呢有时候会 打赖 消灭 消灭 权 甘其是 我的体系里套 这个就是半葬的无双的效果 但是这招是属于忍术级 所以他使用不同的水性会有不同的效果 像无属性这个效果就这样 他会面对异强会把他给吹飞 所以很不好用 但换句话说除了红莲跟闪光之外都不好 都是要用别的方式来在无双中连击 不适合暗击 只有红莲跟闪光还是比较适合暗击 暗击无双中连击 像这是C1的C1的阶段 C1-1 这一招是会把对方打成一个后仰的状态 这点也很等粉 先打这个明海城 这个C1-1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他这招是属于无视防御 就算对揍气这样也能把他给打上后仰 因为这不属于东方 而且中了之后呢 虽然会导致对方浮空 但是能稳定打一套守身攻击 或者是打一套追击 像这是C1-2 或是一个无双的效果 C1-3是弃绝的效果 我们就都不为第一阶段的使用 还有之前说的 这个无双中运动 会把对方给打C 所以不实用 非红烈和闪光下的 最适合的 红烯装灵击击 就是三方加八方 如果要注重一下轻 Hair 变化是三方加黑色 现在是宣伤的必须没有必须 现在是宣伤的旋律 其实应该先把右边的银子 还先解决一下 把两个战先弄上来 宣伤的马上攻击 很多地方都跟女人是差不多的 然后从攻击动作上也算是比较特殊的 范围其实是平均来说算是比较大的 所以也可以打单 只要我有一个预定 另外接着说姓魔 这个杀阵 杀阵跟其他人一样都是30% 但是他这个杀阵 只要有稍微一点位移 就打不动 所以很麻烦 再来演示个别的 是不给面子 他这个C2的特点就在于他最后一下会打飞到很远 在整个无双系列中也算是最短直的黑黑剑 我都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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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还剩下谁啊 信长这边还有一个副将 先把那个副将解决了 然后再把信长打了之后才好 赶紧的进步 解释一下这些招式 解释一下这些招式 就这样他还能击破50人 但也是因为仗着 心肠这个士气都见底了 然后这个C3 是这样的效果 最后一机会有一个忍术剂 跟之前无双 但是这招的C3 效果就不怎么样 另外这招是纯粹的伪延 你无论是怎么打他 绝对能伪 都是伪延 所以基本上来说是没什么用 然后C4 C4的范围很大 所以说也几个一技 但是要注意这招是地面上是得延的 所以在空中可以跟延 所以一般来说 把他给 接在这个主行攻击的后面 或者是 可能还有这个C1 这个 后面有个主行攻击 然后看看还有什么 这个跳跃攻击 跳跃攻击射出飞镖 属于间接攻击 所以吃的是间接攻击率 另外这招是可以 不用满无双 也可以自动戴上属性 当然我现在是无属性 但是在属性等于就会比较低 是只有三级 所以这也不是百分百出属性 跳跃攻击基本上也是跟大家一样的性能 但是对于半放人这招还是比较适合用来转无双的东西 这是他的反击 虽然出招有点慢 但是再来一次 出招会比较慢 所以就在对方出了一招之后呢 还是容易被防住 但是呢 打中之后就是一个体决的招 好 好 现场撤退 现在就找击破葛山士园 这关就算破胜了 我想想啊 这个招式应该都讲解的 都齐活了 可以去破核 吧 좋아요 会打中 eso 一下子 an 她 什么 如果 提高 如果 就这样 坐拥三国的大大名金川议员 命丧本人 命丧于这个统霞间 之前信长也因此一句成名 而德川家康也终于从金川家中独立了出来 走向了松平德川家壮大的第一步 另外这一关也是有一个流程币的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流程币了